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的鮑勃 日本除了摩登現代的建築以外 也有許多代表日本歷史風格的區域 比方說京都的二年三年版 小京都之稱的金澤日葛朝屋 小江湖之稱的川越 日本遺產炳之譜 夏亭風格濃厚的朝鴨 或是各地百年千年以上的溫泉街 這些地方好拍照、好散步 也常有好吃的東西 更有特色的旅館 鮑勃這次就來介紹這些區域給大家 泰宅府天滿宮這大概是九州最知名的旅遊景點之一 每年約有850萬人參拜 周邊的商店街也有超多美食可以享用 知名的星巴克也在這裡 喔還有九州國立博物館也不能錯過 泰宅府位於福岡縣的中鋪 距離福岡市東南方約16公里 從天神搭車大概半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除了交通方便以外 大部分的景點都聚在車站附近 挖個幾個小時 在這裡來場充實的旅遊吧 我們從車站一出來 首先迎接我們的就是天滿宮參道 是前往天滿宮之前的商店街 在400公尺的道路上走過80家店 雖然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充滿特色的商店 可以讓你一次逛得開心 比方說超人氣的 在星巴克泰宅府天滿宮錶參道店 光是從店外看就充滿了特色 自然的素材將傳統跟現代融合 使用木組的方式 將雪松木條用對角的方式編織而成 讓空間有方向感跟流動感 這種設計方式也帶到了室內 總共使用了約2000根木條 大概是4公里的長度 從牆壁到天花板無處不在 支撐了整個建築物 除了木頭外 這家店的基底色調為灰色 讓木條的淡色看起來更顯眼 真的讓人一看就知道是衛武所設計 星巴克本身的建築很細長 寬7.5公尺 長約40公尺 室內的位置其實不是很多 所以當成上午拜訪泰宅府的第一站比較好 否則人一多起來可能連室內都進不了了 店的底部小小的庭園 中了代表泰宅府填滿功的梅術 大家可以到室外喝咖啡 創業100年的Casanoia 應該是泰宅府名產梅之餅最有名的店 梅之餅可以說是紅豆餡餅 Casanoia使用手工化加上自動化設備 確保質跟量都一定的水準 吃起來甜甜QQ,然後外皮很脆 天山的鬼瓦夢拿卡非常知名 有一次超大DX草莓大福夾心餅 不但大又甜,也超級適合IG打卡喔 竹子安是一家漢堡店 特色是炸雞漢堡機炸雞 雞肉炸的酥脆不油膩 福岡產的食就有碗小麥 讓麵包皮吃起來非常實在 福岡知名的明太子店 在這裡也有分店 大家可以點一杯明太子茶泡飯 享受溫和 但帶有點微辣的特別實感 離開參道我們來到太宰府天滿宮 這裡創建於西元99年 所祭祀的是學問之神尖元道征 所以也是考生祈求合格的知名神社 經過新自持的太古橋 我們可以看到美北的紅色樓門 接下來繼續往下走 我們來到了本店 本店為中央的化財 鑑於西元1591年 為日本陶山時代的豪壯華麗樣式 我們就來死球個好運吧 鮑勃最喜歡鼻腫附近的小山丘 這裡有小小瀑布 然後往上爬 還可以由上往下看天滿宮的景色 從倉普池走過幾分鐘 我們通過很長的手扶梯 來到九州國立博物館 這裡是繼東京 京都 奈良後的第四個國立博物館 設於2005年 這個博物館有亞洲的歷史觀點 看日本文化 簡單來說這個博物館也很適合 非日本的觀光客參觀 以中間的展場為主 加上另外11個小展場 每個小展場都代表不同的年代 很好懂 館藏也有非常多珍貴的國寶跟文化財 日本最古老的溫泉 道後溫泉 是一個集合傳統歷史 美景美食 還有超棒的溫泉 的一個區域 在這裡待個一碗 好好來泡湯 以及深度體驗這裡的美好吧 道後溫泉 位於愛媛縣最大的城市松山市 從松山車站 達成一羽鐵道的室內電車 大概20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道後溫泉了 跟很多位於山中的溫泉鄉比較起來 道後溫泉的交通真的非常方便 據說很久以前 有一隻陰獸腳傷的白鹿 把腳浸泡在這裡的溫泉中後痊癒 看到此幾人人感到不可思議 一開始學白鹿泡溫泉 這也是道後溫泉的由來 最具代表性的道後溫泉本館 算是道後溫泉的地標 於1894年改建完成 主要是由四棟建築組合而成 是設有日本唯一的皇室專用浴池 也是日本第一座被指定為重要文化資產的大眾浴湯 自從2019年開始 道後溫泉本館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 也期待整修完成後融光煥發的樣貌 大家也可以嘗試道後溫泉的兩個外湯 一個是裝置湯 一個是飛鳥奶湯泉 兩個溫泉會館中間還有一個超級適合打卡的中庭 大家可以穿著浴衣或和服拍美照 飛鳥奶湯泉的特色就是飛鳥時代建築風貌的溫泉湯屋 入口就讓人家眼睛映亮 優美的室內設計 加上書法家子中女士的書法寫著水流香文字的雕刻作品 很像在拜訪跟美術館 2樓還有60點的休息室跟獨立休息室 最有特色是需要預約才可以泡的特別浴室 從現道後溫泉本館的皇室專用浴池 給你一個獨立的休息室更衣休息 然後享受獨特的泡湯體驗 除了泡湯以外 這裡還有幾個特色景點讓大家參觀 為了紀念道後溫泉本館的100週年 在車岸附近的放生員設立一個少爺機關中 每天早上8點到晚上10點 時鐘本體會隨著音樂上升 由於日本文豪夏目術時的少爺 是以松三為舞台的小說 故事當中的登場人物會隨時鐘一起出現 講到少爺也不能錯過緩慢行駛於 陳夏丁的少爺列車 大家可以在道後溫泉站看到列車人員 手動讓列車掉頭換軌道 非常有趣 至於車站的星巴克也不能錯過 道後溫泉站設定如其名 就直接蓋車站 車站是由1911年建造完成的 名字陽風建築 從開放桿石組一樓點完餐之後 我們可以沿著窄窄的木造樓梯到達二樓 到一個位置不多 但開放桿石組一類似交友梯的一個空間 感覺明治時代大家 是不是都坐在這裡等待火車的到來呢? 車站對面的商店街 是一個長約250公尺的L型圓頂拱囊商店街 以土產店跟餐廳為主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以賴戶內的海鮮 伊宇在地野菜所做的料理的道後魚舞 試試看附著當地名產釣魚飯以及超多配菜的魚舞玉扇 如果想吃吃看日料以外的東西 那就試試看道後的丁屋 這家漢堡百名店整個傳統廷家風Style 還有小小的庭園 除了漢堡好吃以外 搭配一個道後名產roll cake也不賴 記得加點一杯艾雲的蜜甘汁 說到蜜甘汁也可以在這裡嘗試一下蜜甘做的不同甜點 比方說雙淇淋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古老的溫泉街當然也有些神社寺廟囉 可以走到超美時節的伊佐爾波神社 參拜一下重要文化財 到圓滿四球的戀愛運 或是到守護道後神社的湯神社 還可以順道去旁邊的天空散步道泡個足湯 要看道後溫泉的景色 這裡有很多飯店可以選擇 博博取材的時候所入座Hotel道後Yaya 進到大廳就有免費無限倡飲的蜜甘汁 真是新奇有趣 房間本身非常小小可愛 離飛鳥奶湯泉非常近 走路幾分鐘就可以直接泡湯了 另外不得不提一下早餐 蔬菜水果的選擇真的很多 很適合出去玩也想追求健康的朋友們 山丘上可以俯瞰長崎港的哥拉巴園 寫著當地居住外國人的歷史 是一個美景跟歷史意義兼具的旅遊景點 長崎四南三首區 是日本的重要傳統建築群保存地區 自從1859年長崎港開放 讓外國通商後 這裡就被規劃成外國人居留地 其中最知名的景點就是哥拉巴園 雖然稱作哥拉巴園 但這裡除了有知名商人哥拉巴以外的幾棟建築 其中三棟更是日本的重要花材 每年有100萬以上的遊客到此一遊 到達哥拉巴園後 我們可以依照園區推薦的行程 一路由山丘上往下走 這裡貼心的擺設手扶梯 讓大家不需要花力氣爬坡 園區最上方的前302號船屋 建於1896年 是給船隻停泊在碼頭進行維修時 船員所居住的設施 這裡可以看到海港的超美景觀 往下走來到老沃克的故居 建立於明治時期 沃克為日本航運 以及軟式飲料現代化的先驅 舊林格住宅為國家重要文化財 建於1868年 佛雷德里克林格 可以說是明治到昭和時代商界大老 建築為日本罕見的陽式食屋 陽台也是看海的好地點 建於1865 也是重要文化財的阿爾特故居 看起來有點像好萊塢有錢演員的氣派豪宅 甚至還有噴泉 阿爾特本身為知名的茶商 舊哥拉巴住宅是中華文化財 也為世界文化遺產 明治日本產業革命遺產的一部分 也是日本最寡的木製西式建築 建於西元1863年 為木造平屋 建築面積129.2平方公尺 除了哥拉巴園壁灌以外 日本國寶 其為長期的教堂群 與基督教相關世界遺產的大普天主堂 為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天主教建築物 建於1865年 由於教堂內不能拍攝 就請大家自行前往參觀囉 有點嘴馋的話 突厭這裡的長期南山手布丁 使用在地的雞蛋牛奶等等的材料 製作絲滑柔順的布丁 除了原味以外還有不同的口味喔 這個象徵大普天主堂彩繪玻璃的布丁 好吃又適合IG打卡 滿斯港開港到現在已經有130多年的歷史了 整個區域充滿了明治跟昭和時期的西式建築 讓我們吹著海風好好享受這個區域吧 這裡位在北九州市的北端 也是九州最北端的區域 從福岡市博多大城新幹線 轉達電車只需要40分鐘左右 從北九州市最大的車站小艙車站出發 也只需要10多分的車程 這裡與本州的山口線下關室中間 只有隔著關門海峽 兩個地方非常的接近 門斯港車站建於西元 1914年 為日本第一個指定為中央文化財的車站 非常的具有歷史價值 車站改札一走出來 馬上就可以看到這間星巴克 直接位於站內 為當時三等等候室的區域 咖啡店的主題是說書人 也有咖啡來傳達歷史給這裡的旅客 牆壁的色調為白色 腰臂跟天花板的部分皆為淡黃色 跟車站的外觀非常的搭 咖啡店裡面有幾個特色的小細節 比方說這個火爐跟鏡子 不知道是不是當初大正時期又留下來的呢? 門斯港是日本近代化產業革命的重鎮 這邊奈厚鋼製作的霸台區 有著不同的時期星巴克的LOGO設計 可以做的跟日本火車前方的HEDOMARK一樣 非常的有趣 至於咖啡店的座位去使用福岡產的苦鈴所設計 木質調的深色座位 跟黃白色調星巴克內裝有互補的效果 車站這區又稱作門斯港RETRO 充滿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期 日本三大港之一門斯港的歷史氣息 這裡是日本知名的觀光地區 每年吸引了約200萬人來訪 有許多歷史古蹟或是景點可以參觀 眾望的畫材 舊門斯三井俱樂部於1921年 作為三井物產的接待和住宿設施 是一棟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1922年愛因斯坦夫婦也曾經住過這裡 沿著海邊悠閒的散步 我們還可以看到不少地標建築 比方說鑒於1927年登陸的前面畫材 北九州市舊大阪商船 或是北九州市立國際友好圖書館 是日本最大可以讓人行走的吊橋 就是有船經過會升起來的那種 據說因為很浪漫 讓這裡成為戀人聖地 想要從另一個角度觀賞門斯港的美景 可以登上門斯港的レトロ展望室 可以從標蓋百公尺 31樓觀看美麗的門斯港景色 由於周邊沒有大樓 那也可以無遮蔽地看門斯港、海景 以及對面的下觀室 九州鐵道紀念館 是一個鐵道迷不能錯過的景點 展示區展示了九台二世紀不同時期的列車 其中1937的Kiha 42055號 也是日本的重要文化財之一 迷你鐵道公園 可以讓家長帶小朋友 體驗搭電車的樂趣 本館明治時代客車可以入車廂體驗 二樓也放了許多重要的鐵道文化財 本館本身的建築本身 也是一個文化財喔 離門斯港只有一個海峽之隔的下觀室 也有很多好玩景點 唐戶魚市場可以便宜價格吃到新鮮海鮮以及河豚 也可以拜訪影響歷史馬關條約的簽約之處 江戶東京建築園 保存了江戶到昭爾時代這兩三百年的歷史建築 花個半天的時間在這裡來一場日本的歷史探索吧 這裡為兩國江戶東京博物館的分館 位於中央線上的五藏小金井站 從新宿出發搭電車以及巴士 大概四十分鐘可以到達 這個建築園成立的宗旨為移建 修復、保存、展示在園族無法保存且極具文化價值的歷史建築物 同時將寶貴的文化遺產傳承給下一代 所以園區內幾乎所有的建築物都曾經出現在東京的各個地方 代表東京不同時期的歷史 面積大小約七公頃 大概是大安森林公園三分之一的大小 分成三個區域 總共二十幾棟建築物 大部分都可以進到內部參觀 園區內也有西市跟日市的兩家餐廳 位在建築園的左右側 東區的餐廳藏是一家傳承五藏野手工製作烏龍麵店 位於西區的五藏野茶房 首屬超過一百年的建築 可以吃到好吃的西市料理 我們先從園區的東區開始 有商家、澡堂、居酒屋、飯店等等的建築 超級無敵適合拍照 包包局最有特色的建築是西元1929年建立 原本位於東京足立區的紫寶湯 是東京澡堂的代表性建築物 大家可以不用脫衣服 就可以在南宇湯走動、進到浴池中拍照 明知後期的萬事橋派出所 進派出所看看警察的辦公空間也蠻特別的 東京都交通局7500型電車則是1962年的電車款式 至於中央區包包最推薦的是建於1902年 原本位於東印度港區赤板的 第20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高橋世青的宅地 也是日本失敗政變226事件的場所之一 建築全部採用日本鐵山木建構 秋天的時候可以看到美麗的楓葉 也是拍照的好所在 另外中央區有超過450年歷史 供奉德川加光測試的舊自證院祠堂 是東京都指定有型文化財 西區則為各個不同年代的民房 長攀台寫真館為1937年所建 鑄商混合 二樓的拍照區讓還念起前拍大頭照的場景 三井巴朗優衛門底也為東京都指定有型文化財 建築有將近150年的歷史 三井巴朗優衛門為日本超大財閥 三井家總理家北家當主的稱號 建築原本明治時代就蓋在京都 後來移到東京都港區 再移到建物園 只能說以前有錢人房間好多 西區往最底的方向走 有四棟江湖時代的建築 18世紀建造的 後面掛著白蘿蔔的鋼島家 沒有賣牛洞 其實也其村村長家的集業家 以德川家家成 八王子簽了同心組頭的家 這一區也常舉辦一些適合親子的活動 很寓教於樂 以上就是這次的介紹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還可以訂閱Follow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還有Instagram看更多內容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拜拜